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 在最後一次辯論會中 強調次子亨特·拜登沒有從中國賺到錢 美國參議院國土安全及政府事務委員會主席強森 24日在推特貼出美國政府 對拜登家族貪腐的調查報告 炮轟拜登又在說謊 美國參議院國土安全和政府事務委員會主席強森 24日接受大捷採訪時表示 美參院國土安全委員會與財政委員會 一直在調查拜登家族的商業交易 但媒體對他們發布的調查報告毫無反應甚至無視 隨著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出來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的謊言 將被一一被戳破 喊特·拜登 布里斯瑪和腐敗 對美國政府政策的影響和相關疑慮 這份87頁的調查報告 是由美國參議院國土安全委員會和財政委員會 共同發布 報告的第七頁指出 歐巴馬拜登執政時期 批准中國航空工業集團 並共美國軍工企業 參加該比交易的基金公司 渤海華美是在二零一三年 由三間中美企業合併而成 其中一家羅斯蒙特賽內卡投資公司 就是由韓特與前美國務卿凱瑞的季子 凱莉在二零九年一起設置的 報告第六十五頁指出 韓特與家族成員在烏克蘭 俄國哈薩克可能存在犯罪行為 美國財政部記錄在案 在喬拜登擔任美國副總統與卸任後 韓特從其他國家獲取數百萬美元 與韓特來往的境外人士身份可依 部分人士甚至已確定涉及人口販賣、洗錢、 詐欺等犯罪行為 報告第七十五頁和七十七頁提到 韓特拜登與中國華信能源公司董事長 葉簡明、董公文等有中共軍隊背景的 中國人有商業聯繫 其中涉及數百萬美元的可依交易 新唐人亞太電視張瑞珍整理報導